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 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我是Kelina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来回答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的 其中的质疑 就是前两天我share一个视频 就是说每一个星期呢 基本可以赚到两三千块美金 用这个option的方式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ticker 哪一些股票呢 比较适合做这样的这个option 那如果在选完option的这个ticker之后呢 那我们应该选择怎么样的这个strike price 用什么价格去买入或者是卖出 甚至还有更多的问题就是说 那我到底是应该买多久 看多久是一个星期的啊 三个月的还是一年的option是比较好的 这个呢是因人而异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整体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系列的问题 还有上一周我做的几个非常惊险的option 一些真实的分享 希望大家看到最后 首先第一点大家问的问题 我们到底怎么样选择这个option的ticker 也就是股票来做option 那做option呢 大家都知道有买和卖的一方 我呢主要是这个做这个seller 去write这个contract的动作 也是selling put或selling call会比较多 所以呢如果你是买这个put 或者是买这个call的话 那就是其实是比较简单了 你是大概看一下它的support和resistant level 然后大概定一下这个期间 你观察了很久的情况下 觉得这个星期应该会跌成这个样子啊 或者涨成这个样子 你就会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期间和这个价格 去选择这个threat price和这个股票 那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 这个一直在做这个卖期权的这个动作的情况下呢 那这个呢就非常require 还有你一个非常这个严峻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这个股票 你会被不情愿的买进来 也就是说今天我去selling output 赌它是到这个周五的时候 不会跌于这个100块 那结果呢它跌到这个90块的话 我还是要用这个100美金的价格 把所有这个股票买进来 那大家知道一个contract的话 就是有等于100个股票 那如果是说像以前这个Tesla和Amazon 还没有那个那个stock spread的时候呢 那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贵啊 你想一个一只股票的话 3000美金 那100只股票的话 就是一个option 如果你定这个价格买进来的情况下的话 你这个你这个account你的资金够不够啊 或者是你真的真的很看好这只股票吗 这些呢你一定要考量清楚 再去做这个option 所以呢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你在做option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你自己呢 买进来之后呢 也非常心甘情愿 喜欢的这样的股票 去做这个卖option的动作 不管是卖这个call 或者卖这个put selling put或selling call 都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是说 我们今天选好了这个股票了 那到底这个价格 我们怎么样去定呢 其实这个呢 基本上看support和resistant level 然后和基本上你很喜欢这只股票 你会观察很久对不对 那观察的一段时间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大概应该不会跌成这个样子吧 其实小姐姐 我也有一个冒险的精神 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说 哎呀不要赌财报呀什么的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在上个星期 我做的一些真实的option 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NVIDIA NVIDIA NVIDIA在上一周的时候 基本是在166 164165这个价格 但是呢 这一周应该是周三还是周四 它是财报嘛 财报之后呢 我想说它应该会跌 然后呢 不会跌那么多 我心里想说 哎 我就是卖一个Selling OPPO 是155块的 那今天是周五 我录视频的时候 Option它计算的时间是 这个周五的这个收盘的5点钟 是这个洛杉矶时间的5点钟 然后呢 才算是最终的这个计算 它那个价格走到哪一个位置 那我我我 我卖的是基本上 NVIDIA的155块钱到期 然后呢 还有Oxy 是Oxy 然后呢 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惊险 卖了一个71块 卖了一个72块的 还有拼多多 卖了很多拼多多 大概基本是66块钱 这个就是看跌期权 然后呢 这一些期权 这三个基本卖出去了 上一周 也是这一周吧 这一周周一的时候 基本上给我的盈利 大概是一万两千美金左右 但是哦 但是啊 这真的不是说 你一开始周一 来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就能赚到这么多钱的 我今天呢 close我所有的这个position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觉得这几个股票有点悬 然后呢 我不太喜欢被Fill运进来 如果是说像一些不太确定的中概股啊 或者是我没有那么多信心的那些股票的话 可能我会比较小心的就会那个back to cover 也就是说把这个option给他close掉 然后再买回来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今天买回来的价格呢 我当时卖出去和今天买回来的时候呢 当然它只有个time value 我是赚了钱 但是今天呢是倒退回去1500块 那就是overall算下来的话 12000块 渐渐1500块 大概是1万左右 那就看到这个情况是说 我现在看到我的NVIDIA是 还没有到5点钟是153块7毛6 我心里想说我卖的好对啊 如果没有卖到的话 我真的不是很想留他下一周 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政治情况呀 或者是整体的这个inflation也好 然后呢 还有这个美联储的一些事情啊 再加上选举的一些 真的真的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下的话 我真的不想留任何的股票 所以呢 这还是我这个在宝中选出来 我比较喜欢的才能做option的 但是我也不是很想留 所以呢 这个155块的话 也不会被这个虽然是in the money 但是我把它已经买回来了 所以就下一周我还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OXY的话 OXY的话 我是卖的71和72 也是很惊险的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 呃 buyback的时候呢 会嗯 少少这个吐回去一点点利润 但是 OXY的话只要是赚钱就好了 那再加上这个拼多多 其实这个PTD 它是现在是还是在70块钱左右 然后我的option都是在66块钱 所以这个就是白赚所有的Premiere 就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性会被fueling进来 所以呢 基本上我这个小小的这个option account 是一直比较比较开心的继续成长中 然后呢 呃 基本上现在呢 呃 我是选择就会比较小心 在选择这个价格的时候呀 就会看的 比如说我本来是想买这个NVIDIA 一百一百六 我就会选择在低一点一百五啊什么的 所以呢 大家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merging account 那你里边的金额也决定了 你能卖多少个option 你能买多少个option 所以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option是怎么样选择股票 一定要选择你自己喜欢的 被这个fueling进来 也是很甘心的股票 当然你一定要去多关注一些这个公司的 近期的一些news 它的fundamental到底有没有多好 这些呢 是做option的话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些 一些小的requirement 然后呢 在这个价格上边的话 大家选择的话 尽量是 呃 但是这段时间你去 这个一直会关注这个股票的情况下 它的那个support level和resistant level 期间你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心仪 而且它的premium比较多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那在接下来 如果是说看形势不对的情况下 in the money deep in the money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stop loss出来 因为做这个做day trade 也其实我这个做option 简直和做day trade也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星期 有的时候我当天就会close我的那个position 那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 我不想在这上面冒太更多的险了 因为以前冒了太多险了 也失败过很多次了 所以现在真的是很乖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会比较耐心 再加上现在情况不是很稳定 那这个在个volatility比较多的情况下 这个option my option的premium比较多 所以就会这个会让大家要赚到更多的一些钱 好了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 点赞和评论 然后呢 我唯一的这个instagram 和这个这个 YouTube的这个channel 是和我们的小红书是同名的 如果喜欢这一类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share给你的小伙伴 咯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